在喜庆的婚宴上 人们为什么偏偏要上这么难看的藕呢 如何让难看的涂藕大变身 长成又长又直柳 产量还高的优质藕呢 科技院即将为您揭秘 各位好 欢迎来到又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微信 选择发现摇一摇摇TV 参与互动会获得惊喜福利 咱们的俗话是说无酒不成习 但是呢在江西省乐平市 当地人要想摆出一桌婚宴 却是无偶不成习 这顿婚宴啊 没有这个偶是不行的 我们叫它叫同心偶 现在他们夫妻同心 心气都是心连心的 偶孔是贯通的 象征着夫妻心连心 不过在这里 可并不是什么样的偶 都上得了这样的席面的 大军的偶很多 别的我们像不中 我们只像这种偶 市面上的偶 都是白白胖胖的 而这个偶却很丑 不但长得细 颜色还秀气斑斑的 竟是麻点 为什么这么喜庆的婚宴 偏偏要上这种难看偶呢 之所以上得了这样的洗面 因为这个偶是野生的土偶 品质极佳 它的淀粉含量 比一般的偶要高出20%左右 同时糖分和脂肪含量 也比较高 吃起来非常面 口感很糯 嗯 张甜口口 越吃越想吃 挺软的 超好吃 这种难看却好吃的偶 在一般的市场上 是不容易买到的 要想吃上这种土偶 得找到一个人 我们这里 人家有外号叫理财主的 从理财主那里搞过来的 你们找理财主吧 做偶的理财主吧 在那里 好 来 来 给你拿来 好 别挂了 好 来 来 来 谁啊 在忙呢 在一个奇妖身的泥坑里 只见一个圆脸的年轻人 举着一根又黑又长的莲藕 冒了出来 哎呀 有一个宝物出来了 五斤多 得七八十块钱 眼前这个年轻人 真名叫李静奎 理财主 是乡亲们给他取的外号 他的这种土偶啊 一亩可产一千五百斤 他呢 重了两百来米呢 要说李静奎能种上这种来钱的土偶 还是来源于2015年 他的一次买菜的经历 有一次我买菜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 乱七八糟的 好像打架一样 出于好奇 李静奎就拨开人群 要看个究竟 我拨开人群一看 围着一群偶 好像外挂猎爪一样的 真的很不起眼 我以为什么稀奇古怪的宝贝 李静奎感到有些好笑 这么难看的偶 竟然还有人抢购 两人抢一根 搬成一半 搬成两半了 那个莲藕 这么难看的偶 还这么抢手 这里面一定有啥名堂 李静奎再一打听这偶的价钱 竟然吓了一跳 居然卖十多元钱一斤 又听大伙七嘴八舌的说 这种偶啊 别看长得不如普通的莲藕 那么白白胖胖的 但是吃起来 那味道 别的偶啊都差远了 听大伙这么说 李静奎也抢了两三根 他要拿回去尝尝 到底有啥不同的 后来拿回去煮 就炒的时候 炒到那个锅铲了 在锅里面 它动都动不了 像有面粉一样粘住了似的 怎么那么粉 又甜 我活到三十多岁 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偶 李静奎发现 这种偶和其他的莲藕比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诺性强 甜度高 可这市场上 卖偶的也多了去了 这么好吃的莲藕 卖价又这么高 怎么没见其他人卖呢 李静奎回想 那个卖偶的老人 仅挑了三十来斤 就轻松地赚到了三四百元钱 自己正好有几百亩菜地呢 要是也能搞点这种偶来种 那岂不是赚钱的买卖吗 几经周折 他找到了卖偶的老人 老人最后 把李静奎 带进了十几公里外的一处 沼泽地里 远处那个烂泥糖 这就是纯野生的偶 原来老人挖出的土偶 来自于这片野偶糖 我们爷爷的爷爷说 最少有几百斤的历史 这个药上也不多 没有那块 是只塞自买的 那这么好吃的偶 为什么没有人去扩重呢 李静奎一打听 原来这种土偶 一亩地只能挖出三四百斤 就是按一斤十几元钱算 也就三四千元 而普通的莲偶 一亩地就能产四五千斤 即使每斤卖两三元钱 那也能卖个万二八千的 种这土偶不划算 不过李静奎却不这么想 我是这样觉得 比如说九个人愿意干的活 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干 九个人不愿意干的 反对的可能我们就试一试 李静奎想 要是这种土偶 按照有机的方法种植成功 再把产量搞上去 肯定有钱可赚 高品质的东西 是可以卖得到好的价钱出来的 李静奎决定先种一小片试试 他先改造了十几亩菜地 然后又专门去野藕堂 挖了藕种 藕种下去以后 该长叶长叶 该开花开花 整个生长过程看起来都很正常 到了收获的季节 李静奎觉得 自己离成功很近了 秋冬 土偶刚一进入成熟期 李静奎便跳进了泥塘 让他兴奋的是 挖出的藕和那野塘的土偶 长得是一模一样 李静奎赶紧拿收获的莲藕 回家去煮 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尝尝 这土偶的味道 可是尝完之后 他却傻眼了 吃上去跟脆油好像 差不了多少 没有强烈的对比干 甜度也不够 墨性也不够 这个事情就让我很失望 非常失望 不管口感不好 产量也不高 李静奎搞不明白 自己种出的土偶和那野塘的 都是一个偶种 生长过程也一样 仅仅是换了地方种 为什么这口感和野塘的相差那么大呢 为什么人家那里的没人照看的还那么好 我们自己用心照顾的还做得这么糟糕 李静奎急于要弄清楚的是 自己精心种出的偶 为什么会那么糟糕 带着疑问 李静奎又赶到野偶堂去打探 人家说外行啊 太热闹 内行看门道 当他把自己种偶的事 说给老人听的时候 老人非常吃惊 沼泽地种出的东西 拿到菜地里去种 怎么能种成呢 老人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让李静奎一下就明白了 错在哪儿 那个时候 简直就是醍醐灌顶 哇哦的老把师跟他说 咱们的偶种是一样的 但有一样东西啊 我们这儿有 而你那儿却没有 就是你脚下踩的这东西 唐泥 当时那个偶龙就带我来这里 你看 这个土的颜色是这样 黑黑的 跟我们头差不多 你看黑妈妈黑妈妈的 原来这野糖的土偶 之所以香甜滑糯 味道很浓 靠的就是 这像锅底一样黑的糖仪 它有很多点的历史 常年累月的 净叶啊 根都烂在里面了 它的有机质是相当多的 年复已年 这泥巴里就积累了 大量的有机质 土质也是愈发的 乌黑油量 再看李静奎的泥糖 完全不一样了 李静奎的藕糖 是由菜地改造的 显然 单凭土壤中原有的肥力 是不够的 可是 怎样才能给自己的藕糖 快速补充有机质呢 一次 李静奎在转悠时发现 那个野藕糖 处在河道的拐弯处 从上游冲下来的淤泥 在抬高河床的同时 也让藕糖的面积越来越小了 这些淤积的糖泥 可以为我所用呢 藕糖越来越萎缩了 那么在这样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少年 野生我就绝种了 这么好的玉泥 不要浪费了 比其他积粪呢 羊粪呢 还好 我把这个泥土取走 又帮它清理了河道 又变饱了 李静奎找来挖掘机 把冲进野藕糖的黑色淤泥 一车车的运回了自己的藕田 先把这淤泥倒到田里 用挖机给它搅拌一下 混匀 回头再铺开再种藕 李静奎问过当地农业部门的技术员 按照这种方法 平均运木藕糖 只需要拌上大约六七吨 这样的黑泥巴 在给藕糖拌黑泥巴的同时 李静奎还做了一件事 受到黑泥巴的启发 李静奎又给梅木藕糖投放了200斤的泥酒 来保证糖泥的营养 第一可以松土 第二它还有排泄物 排泄物又是百分之百的 又纯有机的肥料 尼秋喜欢生活在印尼底层 它到处乱钻 疏松了土壤 就有利于土偶榨根生长 而它的排泄物又给土壤增加了有机质 这一年 当芭奥的季节再次到来的时候 李静奎露出了笑容 将黑泥把便废为饱 帮助土壤恢复了原有的风味 土壤的品质是上去了 但是产量还是有些低 每亩只有四百斤 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增产呢 李静奎找到了一位 对莲藕种植颇有心得的土专家咨询 专家就跟我这样子讲了 这个藕它保证了它营养供应 如果在营养供应的情况下呢 你可能富士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的温度 专家说 莲藕在营养充足的环境下 合适的水温也是提高产量的重要因素 莲藕呢 适合生长的温度是在二十五度左右 莲藕的生长期主要是在春夏两季 它们最适宜的生长温度 是二十五摄氏对到三十摄氏度之间 如果水温超过三十五摄氏度 或是低于十五摄氏度 生长都会受到抑制 不利于藕身的膨大 所以要向藕长得更加粗壮更长 对于藕塘水温的拿捏就很有讲究了 那么如何让藕塘的水温 尽量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呢 就像专家说的 我们得要把这个水位那事情把它克服掉 以往啊 农民把藕塘的水蓄到一定的高度 基本就不动了 在江西一带春季四五月份的时候 日平均气温是20来摄氏度 水位过高呢 不利于藕塘底层的增温 夏季七八月份 日平均气温要有40多摄氏度 水位太浅了 又容易把藕塘底层的水温晒得过高 而水温过高或者过低 都不利于藕的生长 所以呢 莲藕重要生长期春夏两季内 给藕塘调节到合适的水位 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专家是这样讲的 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水位只要保持五厘米就可以了 夏天要五十公分的水 在春天 五厘米的水位 让阳光很容易穿透水层 给藕塘底层增温 夏天 五十厘米的水位 能够有效地阻止阳光 进入藕塘底层 避免温度被晒得过高 可等到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 李静奎发现很困难 因为当地的雨水多 当他把水位控制在河里的高度之后 频繁的降水总是把水位线抬得很高 有时候甚至会把整个藕塘 腌掉 这要是水位一高 就去挖沟排水 那他这近两百亩的藕塘 即便是忙得焦头烂额 也是顾不过来的 他在想 有没有更省力的法子呢 在一次洗脸的过程中 让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早上洗脸的时候 你就看到 那个家里的洗脸盘 离那个瓶口那里 大概一寸左右 那里有个小圆洞 只要洗脸盘的水 从底下上来的时候 上到那个口子那里 它就往外排了 永远那个洗脸盘的水漫不出来 受到洗脸盆的启发 李静奎想到了 给藕塘安装一个 自动调节水位的装置 他在每个藕塘里 都设置了一个浸水管 而在藕塘的侧面 预留了一个排水口 比方说现在就是春天了 我们种好藕 雨水多了 为了提高它的地温 我现在把它排掉 就这样子 往边上敲一敲 你看到吗 浸水管的管口比较大 当管口低于水面时 水很快就从管子里流出去了 有了鱼到管子里去了 走了 出去了 出去了 出到管子出去了 而到了夏天 只需加一节小管子 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到了夏天气温很炎热 水温很高 我们要给偶尔提供 20到25度的水温 那我们就只有把水位加高 加高到50公分 那我们怎么加高呢 现在这个明显不够50厘米 加一个管子 一下这样子就到50厘米了 这样子水可以一直 续续续续续到这里了 假如说它超过50厘米 它就自动地往这个水里面 往这个水管里面流走了 历经葵通过不断地摸索 发明了水位调节装置 使得它的藕糖 不再受到季节影响 这也让当年土偶的产量大增 每斤土偶按照市场价 卖到15元 那么一亩地就有2万多元的收入了 已经相当不错了 有了产量 也让更多的人吃到了李静葵的土 不过呢 有的买家跟他反馈说 如果这藕的卖相再漂亮点 那就更好了 好比人要去乡亲 穿得邋里邋遢的 给人家第一印象就很糟糕 我们藕也一样 当时就用这种情况挖出来的藕 百分之七八十的藕 长成这样 歪七扭八的 住宿也好 婚姻也好 都想买那个值的 的确呀 谁买藕都不愿意去买歪七扭八的 李静葵明白啊 这藕结长不值呢 主要是受到藕塘底层的土壤的影响 因为底层的土壤软硬程度是不一样的 藕长个的时候啊 如果周围是软土呢 它就正常膨大 一旦碰到硬土 它就长变形了 藕种种到地里去 这个芽一直往前冲 它如果遇到了前面有硬的土壤 它就拐弯 遇到这边它又拐弯 成型的这个藕就是弯的 李静葵后来 从附近的一个养虾堂那儿 得到了灵感 它有了一个让莲藕长得直溜的好办法 来来来 小狮让我一下 来来来 你看没有 就是我现在踩到的这个 它就是让我的藕长得又直又漂亮的秘密 李静葵脚下踩着的是一块黑色的地膜 我几百份藕塘 下面全部垫了这个 看到吗 每一截每一截都是直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截 看到了吧 这个我猜肯定差不多两米了 来来来来 起来了 这个又长又直 挖出的这些藕 之所以长得又长又直溜 靠的就是这层虾堂里常用的防肾地膜 因为李静葵观察过 虽然藕堂的泥鳅能够起到松土的作用 但是藕堂深层的土壤软硬仍然不均匀 所以藕会长得弯 要是在藕堂底层铺上一层地膜 这问题就解决了 垫上这个膜以后 牙尖一往头里扎 扎到这个膜了 它就往下去不了了 但是它还是会往前冲 它就一直贴着这个膜往前走 走 起 走 走 有了这层结实的地膜 就保证了李静奎挖出的土偶 有了一个好脉象 像我这个偶一样 腰杆笔直 小伙相亲 照我们娘看这第一关 就过关了 拿到市场上去 秒杀 如今李静奎这种又糯又甜的土偶 已经成为了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这个就是不一样 虾 一方水土一方风物 每个地方蕴藏着风味独特的土特产 如果各地的新型农民都能像李静奎一样 充分挖掘这些优质资源 那么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土特产 就能够变成身价倍增的优质农产品 而种植和加工这些土特产 又能够带动当地百姓脱贫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 纷纷赶到偏远县城 竟然只为抢一样 各地都有的农产品 姚美秀带着社员一起干事业 赚钱大家一起分 亏损只由他担当 赵雪武种地 比别人要早开工半年 却还是争分夺秒 拼命往前赶 生怕来不及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